台湾的主要电力来源是什么?关键在哪里?一分钟说给您听 最近多份民调显示民众误以为核能是电力主要来源 其实主要电力来源是火力发电 于2018年全年发电量约2332.9亿度 其中火力就占了82%以上 台湾的电力发展从早年的水力为主到水火并重 接着火煮水从 之后台湾发展核能发电仅在1984到87的四年间 核能发电略高于火力 之后火力一直是台湾最主要电力来源 火力电厂多年来为经济民生提供关键稳定电力 在原先就已经符合环保法规的标准下 持续投入上百亿经费进行环保设备改善成效卓助 并在空品不良的季节主动配合机组降载 以及安排机组最修为空气品质尽一份力 更多电力议题的关键在哪里 下一集继续告诉您